我们说了社会性别的塑造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社会性别的越轨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一定有一些男人不符合传统的阳刚之妻 也一定有一些女人不符合传统的女性气质 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社会性别的越轨 比如说一个男人动不动就哭泣 他很脆弱 一个女人勇敢强悍甚至常常骂人 他都违反了自己的社会文化建构 给他的那个角色的行为标准 那个社会性别的实践标准 这就是社会性别越轨 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社会性别越轨 我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的家住的那个小区的门口 通常排很多出租车在那里等活 一般来讲我们就会上低辆出租车 但是有一天 正好我出来的时候 一个出租车停在了前面 那个客人下来 那么正好在我走到的那个位置上 我就自然的上去了 当然我也有点不太对 但是上去之后 后面司机就过来骂 结果我上那辆车是个女司机 这个女司机立即下车 跟后面的司机对骂 她比那个男司机骂的还脏 加引号的脏 骂的还野蛮 骂的都是她做不成难做的那些事情 好 干什么 骂她这干什么 好越轨啊 你好社会性别越轨啊 不知道各位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在我看来 其实它是用表现 我比男人还男人 我在一个男性群体的压力中 比男人还男人 然后来捍卫我自己 保护我自己 好 这就是很多女人 在进入到男性的职业场所当中 他们必须要采取的一些策略 但是呢 我们的社会文化 对于性别的越轨 是有非常大的惩罚的 比如说 我们称之为 那些阳刚的女人是女汉子 我们也看到过 央视村晚的那个 嘲讽女汉子的小品 还有什么嘲讽女 所谓女神女汉子 做了二元的划分 那个女神不就是传统的女性气质吗 高贵 典雅 美丽 漂亮 那个女汉子不就是阳刚的 有点粗犷的 有点胖的 就被扯作女汉子 这就是针对传统的性别气质 违背者的一种贬损 那个女神就是肯定传统的女性气质 当然了 因为这些年 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 很多人注意到 这个节目当中的性别歧视色彩 已经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 如果各位关心这性别议题的话 可能就会知道 要求春晚以后 不要再做这样的性别歧视的节目了 但是春晚不做了 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有 我记得 那个有人写文章 在指责春晚这样的节目当时后 很多人还出来为春晚辩护 说这有什么了 这很娱乐呀等等 这就是我们说的 没有社会性别意识 也就是说 你的没有那个 gender sensitive gender sensitive 社会性别敏感 你没有那个社会性别敏感 而我们的社会 对于男人也是一样 记得小沈阳刚出道士的那个小品 他穿着那个裙子 然后苏格兰裙子 但是他一再的说 我是纯爷们 我是纯爷们 其实也就是要拉回来 我那个角色 要保护我自己的一个男性气质的世界 所以你想一想 在生活当中 还有哪些针对性别气质越轨的惩罚 我自己成长过程中 就被骂过这样的话 二姨子 娘娘腔 婆婆妈妈 你现在看我很粗犷了 但是实际上 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很秀美过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 就被人骂二姨子 现在已经人老色衰 你想找二姨子的感觉找不到了 这就是对一个男人的贬损 你青春期的时候不够阳刚 然后你有一些娘娘腔等等的 你就被称作二姨子 要贬损 好 这样的贬损 会对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什么 以及我们的性教育中应该做什么 我们会在未来的性教育的内容当中讲到 我知道今天很多的家长 包括教师 他们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和学生 担心他们性别气质 男的不够阳刚 女的不够温柔 我听到很多人有这样的抱怨 我也知道社会上又有什么男人的男子学校 女子学校 但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各位可以在这里思考 在未来的性教育课程当中能得到分享 重要的是这个角色的分配 也直接应用到我们未来的亲密关系 比如说我也曾经被贬指着婆婆妈妈 我想怎么婆婆妈妈 婆婆妈妈这句话 当别骂我的时候 其实骂了两类人 骂了我和骂了所有的女人 婆婆妈妈这里是一个贬义词 然后又说你像女人那样婆婆妈妈 我其实只不过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而已 然后我就被骂了一通 然后觉得自己也觉得很不爽 但我觉得很不爽 背后还是我自己受那个性别气质毒害 如果我自己内心很强大 我觉得我就婆婆妈妈 但是骂男人最狠的是什么 骂男人最狠的是 你还是个男人吗 你不是男人啊 骂女人最狠的是什么 你这个丑婆娘 你这个懒婆娘 一个丑一个懒 就把女人骂掉了 就把女人整个给骂毁了 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认为 女人要美 对不对 你要骂一个男人真丑 男人不当回事 我丑 但我很温柔 他不当回事 但是骂一个女人丑 这简直是骂得太狠了 所以其实背后 这些语会当中 都是对你不符合 那个性别气质 性别角色的一个辩顺 当我们今天在通过这段课程来讨论性别二元划分 可能对我们带来的伤害的时候 当我们说那个性别认同 可能并不是一定要按着生理性别来进行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是想颠倒性别 我经常听到一种指责说 你是想颠倒性别吧 你想要男的向女的 女的向男的 不是 我们只是想让每个人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 我们不是想剥夺别人的选择 而是给别人更多的选择机会 就像我刚才跟各位分享的 当孩子们在幼儿园里 能够男生也一起和女生玩自秀 女生也一起和男生玩汽车手枪的时候 其实他面对的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他被打开了一扇窗 然后他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成长 所以我们其实是揭示那些被掩盖的真相 我们想促进人更多的按照自己的本性 做性别的多元的自我选择 而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看这张照片 他的身上既游和了男性的阳刚的东西 那种军服 又游和了女性的温柔的东西 女性的东西 比如红的嘴唇 细腻的皮肤等等 其实我们看到性别的实践 在生活当中 许多时候可以是如此多元的 再看这两幅画 一个似乎成了男人的典型代表 一个似乎成了女人的典型代表 那个男的胸肌腿肌 红二头肌 要他来钻井 那个女人穿着高跟鞋 穿着连衣裙 要他走起路来的时候 颤颤巍巍 这好像就是我们社会文化 想要推崇的那个存爷们和那个存女人 但是我们想说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一个人的优点与价值 是建立在他经营自己的特色的身上 而与性别没有必然的关系 所以我不妨在这里想给各位留一些思考题 你可以在今天这门课后来思考一下 比如说 为什么女性政治家少 政治女领导人少 说明女人天生不适合重政吗 男性气质更适合当领导 还是女性气质更适合当领导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各位可以去理解思考一下 再比如说 男人不适合照顾孩子吗 男人女人谁更适合做家务 这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还有 女人瘦身美容是自我取向吗 为什么说男人怕入错行 女人怕嫁错狼 女人优先是对女人的尊重吗 好 这就是我给各位留的一些思考题 让你进一步思考我们前面分享的 关于性别气质等等的这样的内容 谢谢大家